SEGA 宣布期待外傳準備在11月登場 這次來又讓我再度想起 拖了三年都還沒破關的人中之龍七 由於時間相隔過久 拿出來玩的時候 都不知道故事到底出到哪裡 所以乾脆一鼓作氣 徹底從第一章開始 只是這一玩讓我起個念頭 想要好好認識 人中之龍 人中之龍七有了創性的改革 這也讓不少一路玩下來的玩家 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好端端的動作模式 卻硬生生改成回合制戰鬥 先不管製作組有而用意 至少對我這種喜愛回合制的玩家來說 能一套最好就多一套 因為現在市面上 能夠見到回合制的機會 真的已經越來越少 就而體驗下來 概念相當不錯 玩法也非常新鮮 看似呆版的回合制 玩起來卻一點都不呆版 每次行動後或是觸怒對手的瞬間 都會影響角色站位 點跟點之間 如果有其他對手 就有可能會被補刀或是被阻礙 要是有多個目標站在一起 還可以來個範圍攻擊 出色的同時也會出現動態指令 按得好還可以補上一刀 像我就很喜歡精準防禦 沒辦法受到魔衛蜘蛛的影響 不自覺就會M魂上升 路邊的物件 也都可以變成戰鬥時的利器 就好比一把責任 他的奧妙之處 能隱藏於民宅之中 唾手可得 平時還可以做著來隱藏殺機 就算被警察抓到 也告不了你 比起過王排排戰的模式 人中之中七 確實讓回合制 變得更加真實 也變得更加生動 可是這樣的新鮮感 卻沒辦法維持太久 在技術成熟的時代下 回合制可不是這麼簡單 說改就改 萬一改不好 就很容易被現代習慣淘汰 早期會有回合制玩法 是礙於硬體限制 沒辦法做出流傷的操作 後期的回合制 絕大多數都是以高策略性為主 而人中這種七 會出現回合制戰鬥 無庸置疑 絕對不是因為受到硬體侷限 既然屬於後者 那我認為就應該賦予高度策略 我猜有不少玩家跟我一樣 一開始還會認真操作每一場戰鬥 玩了一陣子之後 卻開始發現 不按動態指令 好像沒什麼差 弱點克制 也不是那麼重要 更何況 到處都有餐點 只要花個小錢 就能簡單恢復 反正這遊戲的難度 已經沒有任何策略價值 與其慢慢思考 倒不如交給電腦來操作 還比較快 雖然我知道製作組是想要強調動態指令 讓回合制不只是回合制 但是策略性太低 並不會讓動態指令變得更好 反而會讓回合制的缺陷顯得更加強烈 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一直特別強調 回合制的好玩之處 除了賦予高度策略性以外 另外每個角色 都應該要有個無可取代的特色 再不然就是戰鬥環境 要有一些特殊限制 需要團隊互相合作 才能抵禦強大傷害 或是創造出更大效益 這邊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 阿特特斯所設計的回合制遊戲 通常魔力就會變得相當珍貴 在支援極度有限的情況下 自然就會需要每一位夥伴的力量 又或者集中弱領之後 會來個總攻擊之類的獎勵 戰爭中這種期 真的感受不到任何策略性 未來的星座 是否會延續這樣的戰鬥模式 我是不排斥 多了動態指令追加 軸位影響AE範圍 真的讓回合制玩法變得更加有趣 但至少我希望可以加強策略難度 不然說真的 難度太低 又想要強調動態指令 乾脆改為動作模式 玩起來還比較爽一點 在還沒入坑之前 我一直以為 人中之龍只不過是個打打殺殺 逞凶鬥惡的黑道模擬器 結果沒想到 我竟然會喜歡這樣的劇本 曲折離奇的發展 精緻的故事演出 看得我相當著迷 甚至玩到12章開始 會很想要的一路追下去 為了讓新玩家 能夠更加了解 人中之龍七 這邊會爆幾個登場雷 不過請放心 這並不會影響遊戲體驗 最精彩的故事轉折 如何解釋所發生的經過 還有最後的結局走向 這些一概不會透露 要是連這一點前導都不能接受的話 播放器下面會幫各位做分段 可以選擇略過劇影介紹 準備好了 那就開始吧 故事起頭 位於神士丁的三次組織 荒川組 隸屬於關東地區的東城會 荒川組有三個重要角色 組長 荒川真成 組頭 哲成杖 以及玩家扮演的角色 春日一番 春日一番在組織裡 是一位聽聽指令的小弟 一如往常被指派去做討債任務 某天 哲成與直系組織發生衝突 一不小心失手將對方殺死 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大 身為組長的荒川 向春日低頭 希望春日能代替哲成做勞 雖然有些不悅 但對春日來說 這是個報案的機會 春日的故事 要回到1997年開始說起 神士丁有一間名為桃園巷的泡泡浴 店長春日市長 突然在浴室裡發現一名男嬰 由於生下男嬰的母親 已經不知去向 所以這名男嬰便交由店長 以及店內的小姐撫養長大 並且將這名男嬰命名為春日一番 自從撫養春日一番的店長過世之後 春日便開始過著漫無無敵的日子 為了錢 不管對象是誰 每天都在找人打架 只是這次惹傷的對象 竟然是個黑道 為了脫困 春日謊稱自己是荒川主 若是有任何的閃失 對方也不會好下場 沒想到 謊報身分之後 綁架春日的黑道 竟然會打起電話通知荒川主 更沒想到 荒川會為了一位 數位謀媚的小弟出馬 依照幫派規矩切下一根小紙 在那瞬間 春日的人生變向荒川延伸 出魚後 春日滿心期待荒川會來迎接 卻沒料到不見荒川主任何蹤影 迎來反而是一位 即將退休的潛行警 竹力紅衣 由於坐牢的日子 神士丁發生了震驚社會的重大案件 讓整個熟悉的故鄉 仍似已非 至於是什麼樣的事件 這邊就不變透露 反正這一切的安排 迫使春日被送往一人丁 而一人丁又有著互相監視 三方鼎翼的一人山之稱 這裡主要是在描寫 檯面下的社會是如何運作 好讓一人山互不侵犯 另外就是在調查事件的過程中 春日在一人丁結交了許多共患難的夥伴 從開頭到一人丁這裡 故事看起來就來平淡 不過裡頭卻也埋藏了不少伏筆 真正讓我看到入迷 是從第12章開始 這時候會把鏡頭轉移到 荒川澤城這兩位大佬身上 開始解釋 春日坐牢這段期間 神士丁 荒川主 東城會 到底發生哪些事情 還有光源岸的命運 又是如何交織 我相信不少玩家也是從這裡開始 不自覺看到眼眶跟著泛紅起來 大致上能爆的雷 最多就這樣 跟我想像中的黑道故事 真的非常不一樣 人中之龍現在的慣例 就雖布置超多小遊戲 但這些小遊戲 除了小時候 曾經接觸過的VR快打 還有Altidron比較有感覺以外 老實說 可玩性真的很低 反倒是地圖的景色 讓我很享受在遊戲之中 像是非常知名的道頓庫 就算不玩遊戲 應該也看過不少類似的介紹 我是沒有特別崇尚旅遊 或是崇尚日本 但對於還原場景這件事 真的會特別勾起我的好奇心 我也特地去查一下 一絲索墨丁 還真的還原橫濱當地的景色 不只是超逼真的街景 會讓我停下腳步以外 裡頭更是有多刀爆的細節 用餐的時候 可能會觸發各式各樣的小劇場 走在路上 會因為附近的景色 開始聊起一些話題 對話內容 差不多就跟一群比較熟的朋友 混在一起時 近似會講一堆沒營養的幹話 對 就是越沒營養 就會覺得越是親切 白天的時候還感覺不出來 到了夜晚 招牌所散發出的燈光 特別吸引我 經過的時候 好會聽到店家播放出來的音樂 體力不夠時 不是回到旅館休息 而是路邊找一間餐廳 狀況好的話 隨心情挑自己喜歡的菜色 狀況不好 就只能看價位 這些任務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大賣點 雖然跟那些小劇場一樣 竟是一堆沒營養的東西 可是任務內容卻是充滿歡樂 有時候故事都還沒開始 一聽到音樂 我的嘴角就不自覺上癢 我咪上去唷 不只這樣 期待所提供的角色 可說是有史以來 見過最ㄎㄧㄤ的組合 拿著鍋鏟控制火的廚師 扮起可愛模樣 讓人身心得到治療的偶像 手拿皮鞭 穿著性感及爭議的夜店女王 這些職業的招式 大多都非常歡樂 帶點琴瑟 但又找不到證據 就像惠琳拿出大大隻的按摩棒 真的就只是按摩而已 讓我覺得最ㄎㄧㄤ 就是南波的CPR 臭到連死人都會復活 打電話叫來的外派幫手 各種登場氣勢 各種無理手招式 都成為遊戲裡最強的記憶點之一 還有啊 我很喜歡戰鬥時的音樂 尤其是跟馬元昌對戰的那一段 每次都很想把喇叭轉大聲一點 春日受到勇鬥影響 時不時就會幻想自己是個勇者 最後一點 春日的養成方式跟P5非常相似 任何行動都會增加春日的各項能力 勇人能力之後 接下來就是進展 讓人一言難盡的複雜關係 對我而言 人中這種期算是兩個全新的開始 一個是我加入PS的時間 正好是人中這種期的上市日期 別懷疑 我的遊戲之力 真的是從這時候開始 雖然小時候有玩過一些作品 但也只有這樣而已 另外一個全新的開始 是對於我這種 後期才認識人中這種的玩家 眼看過去光是正傳就多達八部 更別說還有其他外傳 想要入坑卻又害怕故事有銜接上的問題 就好比Farrocon家的軌跡 要嘛從空軌開始 要嘛就是不玩 原本熟悉的同聲音碼 在期待的時候突然換個春日登場 我想應該有不少玩家 短時間難以接受這樣子的改變 這也不能讓人聯想 是否跟明月忍陽 準備要離開人中這種有關 但是站在三個角度來看 至少能夠讓新一代玩家加入 與其猶豫要不要入坑 倒不如就從現在開始 前陣子我有買外傳的同志 雖然故事也是沒有問題 可是同聲真倒一點感覺都沒有 玩起來也就沒有太大共鳴 我是不知道人中這種的故事有沒有關聯 不過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 從期待入坑的我來說 沒有看不懂的情況 也因為這樣的劇本 精緻的演出 超級歡樂的小任務 讓我開始對人中這種產生興趣 我還特地跑去收人中這種靈 就是要來一睹 同聲音碼 真倒無狼的高人氣故事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